宋仁宗这个人的特点 就身世而言 宋仁宗其实是一个 非常不幸的人 生下来就被从他母亲 亲生母亲身边抱走 他的养母是个非常严厉的女人 可能给他的母爱是非常少的 仁宗一直认为 那个就是他的亲妈 到了他的养母过世之后 仁宗才知道 原来他另有亲妈 在刘太后过世之后 他的私生活是一团乱 一团糟 他似乎非常希望 能够从后宫的女人那儿 得到温暖 得到爱 他性格柔软 非常不善处理这些关系 一方面他纵容这些女人 通过纵容她们 展示了自己的权力和魅力 另外一方面 他又觉得这个纵容本身 是有问题的 所以当后宫的矛盾爆发出来的时候 他又无法保护这些女人 所以仁宗这个人 就感情上来讲 他是一个极度渴望爱 但是又不善于爱的人 是一个极度温暖的 为什么不善于爱情